打了兩張四條 凱平這邊也聽了卡1 凱平這排還能玩到聽 再排局過中段 還能打到聽牌 再轉對 都聽了 都聽了 世家全聽 五八萬的四萬八餅對卡四萬 對卡四餅 卡四萬對卡四餅 五八萬對四萬八餅 四餅來了 這幾Q喔 四餅 四餅 扎實 扎實啊 改清四七餅 七條 那四餅只剩一張啦 對 one out 反而四萬還有兩張 哇 所以他剛剛選七餅就自摸了對不對 選七餅的話 其實出七餅就自摸了 這個生死門很難選 他的四餅是死門 五八萬是沒事的 但是打七餅是活門 是生門 對 大家看西風會張正明的手牌 他是兩個雙頭掉將 就是我們說台灣牌將最難選的手牌 閃死門很簡單 四七餅不打就可以閃死門 可是打四餅或打七餅是差很多的 打八萬是絕對沒事 對 但是如果你願意出七餅的話 五八萬是自摸的 但是因為四七餅都很危險 對 下不去了 但是這個牌是可以研究的 如果你不看直播 如果麻將沒有從後面來看直播 沒有回放的話 你永遠不知道這牌要怎麼選 是 看了之後你可以回去慢慢看 怎麼樣才能選出來 這你哥是下車了嗎 打了二條 看一下他進什麼 有可能是下車了 先看一下啦 對 請他把牌打開 請裁判去提前四萬 下車 下車 下車很準喔 四萬以為你要 對 很準 他剛剛四餅也很準 對不對 但其實都還有活路 其實都還有活路 因為七萬沒事的 因為四萬是對島 四餅也是對島 要轉嗎 可以從林芝改成 七萬還有幾張 七萬還有兩張 凱平也聽到 轉到六九餅 然後這裡轉到三六餅 驚豔大師 轉三六對島 反而自摸 打到五餅 反而自摸 這五餅是跟打的 對 帥氣 四家聽牌 然後有人下車 三家轉訂好牌 恭喜 今天大師胡拼晃 自摸 我原本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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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下車 對啊 我原本是叫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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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原本是叫水